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盆蓝雪花现在是已经开败了 那么蓝雪花开败之后就一定要及时的修剪 如果没有及时修剪的话呢 你的蓝雪花可能后期呢 很难开花或是开花开的特别的少 但是很多花油啊给蓝雪花修剪的时候呢 总是剪错位置 然后导致你这个夏天呢都没有花朵观赏了 那么我们要想让你的蓝雪花还能够再次开花 那么大家修剪的位置一定要剪对才行 蓝雪花花后到底怎么剪呢 可能很多花油啊都会呢 在这个蓝雪花花梗底下大概两三顿叶片处了 然后在底下给它剪掉 像这样子剪 那么其实这是一种很错误的做法 因为蓝雪花它这个花续还会从你的这个花梗底下 这个叶叶处呢再抽出这个花续出来 所以我们剪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直接把你的这个花梗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底下的这个叶片呢一定不要剪 要不然的话后续它就不会开花了 像这种的话呢 那我们直接从这个部位剪掉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的整个花梗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底部是不用剪的 有一些晒枯萎的一些枝条的话 也可以适当的修剪一点 像这种 把这些开完花的花续花梗把它剪掉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底部的一些稍微比较密集的一些弱枝啊 把它适当的修剪一点 这样呢可以减少养分的消耗 如果是有一些枯枝的话呢 大家也要适当的修剪掉 像这种 修剪完之后呢 要想让它能够继续的生长 长出新枝叶开花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给它补肥 补肥的话 我们可以先用这种复合肥 素效复合肥 蛋磷甲比较丰富 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撒上一小勺 但是呢 用量不能够太多 大概20粒左右的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它新枝叶的生长 那么等到它新枝叶开始要进行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补充 你说要请假这一点磷甲肥 那么你的这个蓝雪花还能够再次开花 所以蓝雪花花后的修剪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剪对位置才行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